弟兄姐妹 上帝祝福你 今天我要分享的信息是神的保守 那弟兄姐妹 感谢神 有神的保守你就不用害怕 因为无论走到哪里 上帝的保守救我们脱离一些的凶恶 也救我们脱离一些的试探 因为我们的神有足够的权能 祂一定会保守我们 一直保守我们到路中 好 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要读31章17到35节 31章17到35节 雅各起来使他的儿子和妻子都骑上骆驼 又带着他在雅巴南雅兰所得的一切牲畜和财物 往迦南地 他父亲以撒那里去了 当时拉班捡羊毛去了 拉鞋偷了他父亲家中的神像 雅各背着雅兰人拉班偷走了 并不告诉他 他就带着所有的逃跑 他起身过大河 面向激烈山行去 到第三日有人告诉拉班 雅各逃跑了 拉班带领他的众弟兄去追赶 追了七日在激烈山就追上了 夜间神道养安的拉班那里 在梦中对他说 你要小心 不可与雅各说好说胆 拉班追上雅各 雅各在山上置他帐篷 拉班和他的众弟兄也在激烈山上 知当帐篷拉班对雅各说你做的是什么事 你背着我偷走又把我的女儿们带出去 如同用刀剑乳去的一般 你为什么暗暗的逃跑偷走 并不告诉我 叫我可以欢乐唱歌疾苦弹琴的送你回去 又不容我与外孙女儿亲嘴 你所行的真是愚昧 我手中也有能力害你 只是你父亲的神昨夜对我说 你要小心 不可与雅各说好说胆 不可与雅各说好说胆 那三十节 是不是三十节还有 到三十五节 现在你虽然想你父家 不得不去 为什么又偷了我的神像呢 雅各回答拉班说 恐怕你把你的女儿从我夺去 所以我逃跑 至于你的神像 你在谁那里收出来 就不容谁存活 当着我们的众弟兄 你认不认在我这里有什么东西 是你的就拿去 原来雅各不知道拉结偷的那些神像 那不是一个神像 好像还蛮多个神像 那对不起 那个神像是代表这个家庭的 这个家庭的 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很重要的东西 那所以这个是 那没有想到 这个拉结 就是把这个 这个神像给偷走 那对我们姐妹 我们今天我们要看见 上帝的保守 拉班对 对这个 雅各说 他说 我手中有能力 可以害你 他说只是你父亲的神 卓越对我说你要小心 不可对雅各说好 说大 说大 那天其实真的是非常的惊险 拉结偷了那个偶像 结果没有收出来 没有收出来 这是非常大的风险 如果那天 他收出来的话 拉班就有正当的理由 可以杀了雅各 或者雅各自豪呢 乖乖的回去巴黛亚来 就可能就会变成 拉班的奴仆 那第二件事情 雅各以为悄悄的带着 这一切就可以逃跑 就可以成功 没有想到还是被追到 是不是 人算 真的不如天算 因为他已经晚了三天 是不是 可是拉班竟然跑了七天 还是把他追上去 所以 丢姐妹 其实 雅各 他以为这样做 他很聪明 他可以安排 其实丢姐妹 真的 人的道路 不有的自己 但是感谢神的是什么 有神就不一样了 是不是 那因为 这是出于神 神就负责任 他知道雅各其实是逃不掉了 是不是 但是上帝就做了一件事 向拉班在梦中向他显现 就告诉他说 你不可以对雅各说好说大 那丢姐妹 这个神禁止拉班 对雅各起恶毒的信 所以 这个放掉雅各的是拉班 但是拯救雅各的 却是与他立约的耶华神 也是看顾他的耶华 那别担心了 只要在走在主的路上 那丢姐妹 我们就会有神迹奇事的帮助 我记得有一对夫妇 他们在过年要回家 这样说 其实他们非常的忧虑的事 就是拜祖先的事 在年三十 这个祖戏那天晚上 全家拜祖先的牌位 他就向神说 上帝求你帮助 让我能够做见证 他说我如果拜跟他们拜 我的家人就没有办法信耶稣 他说我不要拜 我不要拜 我才有办法带领他们 但是他又不想要 所以不拜可能会造成一个 家庭的战争 或者是纠纷 或者是很大的问题 所以他就交托给神 结果没有想到 那一天在楚西乐馆 他们要拜祖先的时刻 他们全家人就到客厅的那一面去 他们也只好起身了 就跟着 不过因为这个动作比较慢 他不愿意 所以就比较慢 就在最后面 那他的姑姑就发香给每一个人 发香每一个人 竟然没有想到 发到他们的时候 他姑姑的这个 发的香就没有了 他姑姑就看着他们两个 然后他就讲很大声 你们这些信仰 以后你们不用拜了 反正也没有香了 不用拜了 以后也不用拜了 所以弟兄姐妹 是他的姑姑宣告 他们不用再拜了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就看见 谁帮助我们 耶和华神帮助我们 所以弟兄姐妹 感谢主 在罗马书第八章 说耶和华神 神啊 你若帮助我们 谁能够抵挡我们 所以弟兄姐妹 感谢主 没有谁能够来抵挡我们 只要我们走在 上帝的道路里面 弟兄姐妹 感谢主 神会必定 给我们极大的祝福 有一个弟兄 在这个恐怕 三十年前 所有的人都知道没有人要开用发票 但是他就是他就正正当当的每一笔他都是用又开发票 那有人就说你怎么这么笨 当时的人都都是用就用现金交易 以前其实现在还是大多数人都用现金交易 所以很难呢 很难就这个国家也抽不到税 那弟兄姐妹可是这个弟兄 他还是照样 该要交的税 他一块钱都没有缺钱 那弟兄姐妹这样他难能够赚钱吗 那很多人赚的钱 其实就是税劲 那可是上帝就祝福他 弟兄姐妹 他不但开了一家的店 而且这个家 另外又再开了一家的店 所以一直到今天 神我就看见 神就是多么的祝福他 所以弟兄姐 不要按照世俗的想法 我们只要走在神的心心道路里面 上帝就会来保守看过 神的保守 神的祝福 远比我们的努力 或者我们的诡诈 还要更有果效 我们请祷告 主谢谢你 感谢你的保守 今天必是美好的一天 主啊 你要保守弟兄姐妹 出也蒙福 入也蒙福 主啊 感谢你 主啊 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 主啊 让我们不惧好 我们就是做一个守法的人 主啊 虽然我们会吃亏 但是你会从别的地方来祝福我们 主啊 感恩 谢谢你 与我们同战 奉绝数经历祷告 阿们